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话样样精通的才女 就算出自普通人家 何庆芳这般模样和出众的才华 同样是快而相拨拨 不过凡事有利有弊 何家风头这般猛烈 除了吹捧何家的 极度何家的也大有人在 说起何庆芳 他自己心中也有所属 他拿起先前心上人送给自己的定情信物 捧在手心里亲了又亲 此物不是别的 正是一个看起来憨态可居的小沙迷 何庆芳隐隐笑着 全然不知一场大难将要来临 何庆芳在闺房中精心打扮着 好一会儿 何庆芳十分满意地望着镜子里的自己 这才不紧不慢地出了门 然而他刚刚出门 脑袋便传来一阵炫韵感 何庆芳扶着额头摇摇欲坠 口中喃喃叫着贴身丫鬟的名字 可却不知那丫鬟跑到哪里去了 无论何庆芳怎么呼唤都没有动静 没办法 何庆芳忍着额头传来的剧痛 只好独自回了房 随即摇摇晃晃地便倒在床塔之上 不一会儿枕边不知何时 传来一股奇特的香气 何庆芳闻着香味儿 意识越来越模糊 迷糊之间何庆芳赶到屋里 好似多了一个人 那人缓缓向何庆芳靠近着 唐中 众人兴致勃勃来到何家 可都过了晌午 生日宴都开始了 大家都没有看到郑主 不禁暗自焦头接耳起来 有人猜疑是何老爷在故弄玄虚 亦有人猜测这个何小姐平日里 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没见过这样的大场面 一时间害了羞躲起来了 不过这时候不仅是唐中的宾客着急 就连何老爷也摸不清究竟是什么情况 何老爷面上带着笑容 一边向众人解释着情况 一边将身边的小丫鬟叫过来 低声吩咐道 去看看小姐怎么还没有出来 小丫鬟听令前去 不一会儿竟传来一阵惊叫之声 何老爷脸色大变 闻声前去 却见何庆芳闺房门打开 而自己一向疼爱的女儿正趴在地上 头发凌乱 衣衫不准哭泣着 何老爷见状 气得大拍桌子怒喝道 谁干的 小丫鬟摇摇头说道 老爷 奴婢也不知道 老爷让奴婢过来的时候 小姐 小姐她已经 何老爷沉着脸看向何庆芳 恨铁不成钢地说道 闺女儿啊 你告诉爹爹到底是谁 虽说你今年十六了 但自小爹娘就教导你 要懂得洁身自后 可你却 何老爷唉声叹气 何庆芳却已经气不成声 想起刚刚发生的事情 何庆芳也有些后怕 如今她还未出阁 却失了身子 这样的事情 别说是何老爷 他自己也无法接受 何庆芳已经下得六神无主 就在这个时候 一旁的小丫鬟 颤颤巍巍巍地开口说道 老爷 去官府报案吧 不可 万万不可 报了案人尽皆知 到时候方儿的名誉就毁了 再说了方儿的叔父便是知府 这时儿交给他便是 现在去堂中把何知府叫来 路上若有人问起方儿的下落 你就说方儿不舒服 睡下了 何老爷小心叮嘱着 见小丫鬟点头离去 这才扭头对何庆芳又说道 方儿啊 听爹的 先把衣服穿好 一会儿将事情的前因后果 都告诉你叔父 让他替你讨回公道 父女俩正说着话 那边何知府就在小丫鬟的带领下 匆匆赶了过来 何知府走得气喘吁吁 额头上更是密密麻麻布满了汗水 何知府朝着何老爷点了点头说道 大哥 小丫鬟支支吾吾说不清楚 你告诉我 方儿究竟发生了什么 何老爷叹了口气 偏头看了一眼身边的何庆芳 这才将事情一五一时地告诉了何知府 听闻此事 何知府不禁错了错眉 既然如此 那贼人定还在府上 自从生日宴开始 整个和府上下严防死守 一般人根本走不出去 而又能逃过众人目光走进方儿房间里的 不是熟人就是有些本事 说着话 众人就见不远处走来以陌生的身养 何老爷抬头望去就见有一身穿破袈裟 手中还拿着一壶酒的脏和尚 摇摇晃晃走了过来 何老爷去信从未见过此人 更没有邀请这么一个和尚 来参加何庆芳的生日宴 然而身旁的何知府 看到此人却是脸色大变 只见他迎上前 一把揪住那脏和尚的衣领质问道 你怎么在这里 脏和尚呵呵笑道 自然是来化缘的 怎么 何知府连和尚吃饭都要管不成 何知府确实抓住脏和尚的手腕不肯放开 就在这个时候 何庆芳不知看到了什么 他吓得惊叫一声 何老爷和何知府闻声 顺着何庆芳手指的方向看过去 就见脏和尚口袋之中 竟塞着一个女人的肚兜 这肚兜不是别人的 正是何庆芳的贴身衣物 何老爷看着脏和尚一脸愈怒 紧握双拳 好似下一秒就要打上去一样 你这和尚不守规矩 竟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二弟 快把此人抓起来 好好审问一番 一定要给方儿出一口恶气 咱和尚听到何老爷这番话 赶忙摆摆手说道 何老爷言重了 出家人不打狂语 何小姐身上的事儿真不是我做的 我和尚虽然好酒好肉 但却不做违背道德之事 何知府却是冷笑一声说道 你做过违背道德的事情还少吗 频频偷窃 更是常常出入烟花之地 你还狡辩今日之事不是你所为 赃和尚还要解释些什么 何知府却是声拉硬拽地将赃和尚带离了和府 临走前 赃和尚频频回望何庆芳 口中不断念叨着 莫要听信他人谗言 然而何庆芳此时正在悲痛之中 根本没有听到赃和尚的话 他在何老爷的安慰下回到了屋中 一场好好的生日宴也就此结束了 何庆芳躲在屋中抱着小沙米哭着 他望着小沙米面上憨态可居的笑容 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虽说现在还没有人知晓 他身上发生的事情 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这时而早晚也会被人知道的 若是让心上人知道了该怎么办 他若是知道了 他们二人还会有以后吗 正胡思乱想着 门外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何庆芳抹去脸上的泪水探头问道 谁在外面 好一会儿门外都没有人声传来 可透过窗外的影子 何庆芳却察觉到 门外站着的是个男人 何庆芳有些害怕 经过刚刚事情的发生 他不得不防备一些 就在这个时候 小丫鬟的声音从门外传来 小姐 是赵公子 何庆芳心中一喜 赶忙开了门 但见眼前之人面带担忧之色 何庆芳不由地变红了眼 这赵公子不是别人 正是何庆芳的心上人 赵公子虽然不是出身名家 更不会说话 但却心思单纯 一心一意对何庆芳好 何庆芳正是看中了他这一点 才死心塌地地爱着他 奈何何老爷一心想要何庆芳 嫁给门当户对之人 始终不肯答应二人的事情 赵公子一一压压比划着 何庆芳看懂了他的意思 自己今日没有出现 让他十分担心 这才躲过众人前来看望何庆芳 此时见到何庆芳并无大碍 赵公子也不禁松了口气 他将何庆芳拥入怀中 二人温存了好一会儿 直到小丫鬟来报信 亚人这才依依不舍地分开 临别之际 赵公子拿出自己 和何庆芳一模一样的小沙米 放在唇边亲了亲 何庆芳面色一红 已拿起小沙米亲了一下 望着赵公子渐渐远去的背影 何庆芳又忍不住掉下了眼泪 一滴滴泪水落在小沙米脸上 何庆芳却不知 那些泪水通通被小沙米吸走 随着一团黑气营绕 一个身穿灰袍的僧人 突然出现在何庆芳面前 这僧人面容俊朗 何庆芳呆呆望着他 心中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熟悉感 面前的僧人竟和赵公子长得一模一样 何庆芳大惊 正要大喊的时候 那僧人却捂住了他的嘴 随即僧人缓缓开口说道 不要怕 我是小沙米中的灵 是赵公子让我来保护你的 先前你被那赃和尚欺负 奈何我比不过赃和尚 害你失了身子 但现在最重要的不是伤心难过 既然要严惩恶人 你就要学会忍气吞声 听我的 将你贴身衣物拿出来烧掉 欺负你的恶人 便再也不会来欺负你了 僧人的话 宛若催眠一般指使着何庆芳 何庆芳呆愣地按照僧人所言去做 将自己的一件贴身衣物稍微灰烬 与此同时 盘坐在大牢之中的赃和尚猛咳一声 紧接着一口鲜血喷涌而出 赃和尚抹去鲜血 猛然睁开双眸 顿时一道金光蹦出 面前出现了僧人那张得意洋洋的面孔 且说自从被僧人点拨之后 何庆芳便渐渐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先前发生的事情也逐渐忘却 只是他全然不知 何家下人看他的眼神越来越奇怪 更是有不少人在背后对何庆芳议论纷纷 很快下人们异样的行为便被何老爷察觉 何老爷询问何庆芳的贴身丫鬟究竟发生了何事 小丫鬟支支吾吾好久 这才将是庆得真 向一五一时地告诉了何老爷 原来每天夜里 何庆芳屋中都会发出阵阵喊叫之声 懂得人都明白何庆芳在屋中做什么 有一次小丫鬟旁敲侧击地问了问何庆芳 却发现何庆芳对于晚上发生的事情 根本一无所知 何老爷心中有意 这天夜里 他跟着小丫鬟一同在何庆芳屋外听着 一开始屋子里静悄悄地 到了后半夜的时候 里面便传来一阵不和谐的声音 何老爷一下子就黑了脸 他边头看向身边的小丫鬟吩咐道 你去房里看看 何小姐私混的究竟是什么人 小丫鬟应了一声 赶忙匆匆走上前 捅破窗户指望了过去 然而下一瞬他却捂住嘴 像个受惊的兔子跑了回来 在屋中 小丫鬟并没有看到第二个人 唯有何庆芳一人在屋中 可不知为何 小丫鬟总觉得 在何庆芳身边还有一个人存在 但他却完全看不到那个人 小丫鬟将自己看到的 统统告诉了何老爷 何老爷心中意识已惊 以为先前的赃和尚逃脱 又回来对自己女儿图谋不轨了 何老爷连夜给何知府捎了封信 心中许问赃和尚一事 又将发生在何庆芳身上的事情 大致告诉了何知府听 然而没过几天 何老爷得到的消息 却是赃和尚仍在大脑之中 那 待在何庆芳房间里的男人又是谁 何老爷忧心忡忡 另一边的何知府更是紧锁眉头 一开始他以为就是赃和尚所为 毕竟何庆芳的提身衣物 在赃和尚这里 再加上赃和尚本就无事戒律 何知府以为自己断定没错 但现如今发生的事情 却让何知府感到一阵毛骨悚然 这天夜里 何知府来到牢中 见赃和尚好端端在里面盘坐着 嘴角还有着一丝未干合的血迹 虽然不知赃和尚嘴角的血迹究竟从何而来 但何知府经过询问 这么多天以来 赃和尚一直坐在这里不吃也不喝 更是没有动过位置 许是听到何知府来了 赃和尚缓缓睁开双眼 还没等何知府开口 赃和尚便忽然开口说道 何小姐出事了 何知府大惊 你怎么知道的 赃和尚拿出先前拿进来的何庆方的贴身衣物 放在何知府面前 何知府这才震惊地发现 这一副好端端地进来 此时此刻竟变得这般不堪 赃和尚说道 何小姐身边藏着一个人 那个人对她图谋不轨 不知此人何知府可认的 赃和尚说着 便将地上的草席拨开 露出了地面 何知府顺着赃和尚的视线望过去 只见地面上有着一副 用土画出来的面孔 只是这人好生熟悉 何知府不知想到了什么 他微微瞪大双眼睛道 这 这不是赵公子吗 赵公子是何人 赃和尚问 是芳儿的心仪对象 是个老实芭蕉的人 更何况这人还不会说话 你说他对芳儿图谋不轨 我坚决不会相信 只是据我所知 你应该从未见过赵公子 可你又是如何画出这张脸的 何知府诧异地问道 赃和尚闭了闭眼 何知府是一位好官没错 但有些时候 眼见不一定为实 我遭和尚虽然好酒肉 但并不是贪色之辈 先前初入风月场也事出有因 但那赵公子看似老实芭蕉 但内心如何谁也说不透 何知府要想摸清事情的真相 不如打探一下这位赵公子的行踪 到时候你便知道其中真相了 何知府后知后觉 现如今虽不知欺负何庆方的究竟是何人 但最起码赵和尚已经摆脱了嫌疑 何知府将赵和尚释放 自己则是找到赵公子的住处 小心翼翼地观察了起来 一开始何知府并没有发现赵公子有任何一样 每天居家看书 也很少接触什么人 但渐渐地何知府便发现了一个规律 每隔三日赵公子都会出家门 来到一处偏僻的酒楼 随后不出两炷香的时间就又走出来 何知府察觉不妙 这天他先赵公子一步来到那酒楼之中 他本想打探一下赵公子的消息 可一进门就被电小二迎到了楼上某处房前 何知府不知电小二为何要这样做 但他定睛一看这才发现 在电小二手虎口的位置有一块厚厚的茧 何知府下意识抬头一看 这才发觉面前此人十分熟悉 不看透发光看脸 此人不是赵和尚又是谁 赵和尚做了个晋升的手势 朝着屋子里指了指笛声说道 一会儿进去后躲在床底下别出声 床底被我动了手脚 一般人不会发现你 何知府被赃和尚推进门 他环视四周 见此地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客房罢了 不知赵公子每隔三日前来究竟所为何事 正胡思乱想着 门外忽然传来一阵嘻嘻嘻嘻的声响 何知府屏住呼吸 赶忙弯腰钻到了床底 不一会儿 房间门被推开 何知府就见赵公子悄悄走了进来 只有他一人吗 何知府看不全貌 只见到赵公子不断在屋中徘徊 片刻之后 一团黑雾从屋外飞了进来 紧接着那团黑雾 渐渐幻化为人出现在何知府眼前 带那团黑雾站稳身行 就听到赵公子开口说道 事情发展得如何 何知府大惊 先前在何府他见过这位赵公子 他明明记得这位赵公子不会讲话 想要表达什么都要靠肢体语言才行 可是为什么现在这赵公子又可以了 忍着心中的猜忌 何知府再次竖起耳朵听了起来 黑雾人轻声笑道 小妮子已经开始信任我了 我说的话 她都听 想必过不了多久 我们的计划就会成功 赵公子点头道 到那时候何家落魄 我赵家趁机而入 到那时候我们便是共赢的关系 你看上的女人一定会心甘情愿地跟着你走 对了 东西带来了没有 话音落下 就见黑雾将一张仿器递给了赵公子 赵公子接过来一看 瞬间便露出了一抹笑容 他拍了拍黑雾人的肩膀说道 做得好 有了这个我们就事半功倍了 躲在床下的何知府 暗自捏紧了拳头 原来这赵公子一直以来都在装疯卖傻 所谓对何庆方情深意重 不过是另有所图 赵公子和这位神秘人物理应万和 偷走了何家房庆 目的就是为了将何家毁了 如此心机之人 真是让人恨得牙根痒痒 何知府气不过 趁着二人不备之际 猛然从床底钻了出来 一把扼住了赵公子的手腕 恶狠狠地说道 好啊你姓赵的小子 早就知道你没安好心 没想到你心竟如此恶毒 魁芳儿对你一片痴情 你却这般对他 赵公子亦是始料未及 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 好一会儿他才将手中房器递给黑武人说道 妖僧快跑 我看你能跑到哪里去 妖僧还没逃走 另一边赵和尚就已经闯了进来 趁着妖僧幻化黑武之前 赵和尚顺势将手中瓷平一晃 黑武便不受控制地被吸了进去 而那张被妖僧紧紧握着的房器 也顺时落在了地上 此时此刻真相大白 赵公子有意接触和尽方 目的就是为了将和家资产据为己有 而那所谓泥塑的小沙民 不过是妖僧的藏身之处 赵公子一手好牌打出 却没料到这妖僧贪色 暴露了自己 同时也坏了他周全的计划 赵公子狼当入狱 而何庆芳在赃和尚的帮助下 修复了身心 最后在何老爷精挑细选之下 觅得一郎君 赃和尚败别之际 何知府特地追出去 向他表示歉意 赃和尚确实摆手说道 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抖凉 还望日后何知府稍加谨慎啊 赃和尚挥挥手转身离去 夕阳西下 赃和尚的身影虽然渐行渐远 但在何知府心中 却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听完我的分享后 您会有所受用 如果您有什么意见 欢迎在下面留言讨论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